仔细看这辆卡车后方两个轮胎中间 卡着一个金属旋转轴 小小的齿轮不停旋转 带动着两边的车轮也随之转动 为什么人们要在两个车轮之间 加一个旋转轴呢 其实这是一种罗布森驱动系统 在下雨天或者雪天行车时 车轮非常容易打滑 另外在上坡和泥泞道路 也会增大车辆阻力 使其动力不足 而在罗布森驱动系统的加持下 能给轮胎提供更高效的传动笔 起到了一个高牵引力的作用 仔细观察这个金属旋转轴 会发现它是条纹齿轮状 刚好与两侧的车轮相互相嵌 使轮胎在行径时 增加与地面的接触面积 轻松驾驶 减少打滑 非常适用于沼泽 湖面 山坡 丛林 雪地 及冰面等不良地形 那它究竟是如何协助车轮行驶的呢 原来 这个被安装在车架上的金属旋转轴 是自带升降装置的 司机通过车内开关来控制旋转轴工作 当车辆在正常道路上行驶时 旋转轴就会上升 此时的它是不会接触到车轮的 而当车轮需要爬陡坡 或者在泥泞道路上行驶时 旋转轴就会下降 刚好与前后两个车轮贴合在一起 实现共同驱动的目的 值得一提的是 当两侧车轮中的一个轮胎 因打滑而无法提供动力时 另一个轮胎则会带动旋转轴继续前行 在旋转轴的协助下 给车辆转换出了更加强劲的动力 那么除此之外 还有哪些给汽车增加动力的方法呢 这里我主要总结了三点 第一就是对气缸进行改造 汽车动力均是由发动机 在燃烧过程中所产生的 而想要使车辆产生更强劲的动力 可以更换一组比较薄的气缸垫片 从而加强汽车的动力 第二还可以提升汽车的点火效率 这里就要注意对火花塞的选择了 火花塞是有使用寿命的 它就像电池一样 到了一定的时间和公里数 性能就会下降 而优秀的火花塞 不仅能够提高汽车的动力性能 还能大大降低油耗 因此火花塞的稳定性和质量 也是至关重要的 最后一点 也是大多数人常用的方法 改装涡轮增压气装置 通过改变进气管道的形状 使排气管增大气流量 这样就可以让动力提升得更快了 但不论是上述的哪种方法 提高汽车保养的质量是前提 正确的保养一定是会增加汽车的使用寿命的 同时也是保证行车安全 和发挥汽车动力性的重要环节